好 歡迎你回到我們新聞 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前天陳時中才說 我們不鎖國 台灣的防疫 堅若磐石是一個堡壘 今天自己打臉了嗎 今天開始要限制入境 當然這個原因是什麼 我們剛剛都說過 很不幸的是 有一名少年已經確診 他是英國變種的病毒 我們被英國變種病毒給攻陷了 就是案792 這件事情實時真的 沒有人希望發生 可是它真的發生了 大家還記得嗎 週末回來 搭著我們華航的飛機回來的 飛機上100多人 現在真的心驚膽跳 因為他驗出來了 而且他在飛機上有發燒 兵哥 現在我們不幸言中了 其實我覺得這是意料中的事情 因為英國為什麼突然之間 50個國家要去禁航他 就是因為他的疫情實在太嚴重 而且這個變種病毒的關聯力 特別強 是原來的1.7倍 所以你說這一波裡頭有人會中 那中的就是變種病毒 老實講我一點都不意外 只是我們之前話說得太滿 講得一副好像 台灣是銅槍鐵壁什麼病毒 然後台灣會自動消失一樣 講得那麼誇張 才會讓大家覺得說 今天出現這個變種病毒 好像有點震撼 但是我真的請大家放心 因為至少他是在入境的時候 就已經被我們發現了 就已經被隔離開來了 封城有什麼兩樣 他就算自己沒修復封城 全世界50幾個國家 稍等一下 陳時中部長有特別講 武漢有封城 是 英國沒封城 不是 這個邏輯是一樣的 為什麼 武漢是自己要封城 可是英國等於被全世界封城 因為50幾個國家 幾乎都是主要國家 50幾個國家都封住他 他已經沒有航線對外 他那整個島舖都封起來了 所以大家剛好逃到台灣來 是 所以你現在等於是 幫人家開一個口 讓他逃來台灣 那你跟當初接受武漢那個暴擊 有什麼兩樣 結果你還不是暴擊 你用一般的航班 那我們現在王永捕 還來不來得及 因為陳時中有講 他說 好 從1月1號開始 我們要限制入境 還有入境後檢疫都會加強 我們昨天都講了 他今天終於聽了 1月1號元旦開始 非本國籍的人事要限制入境 當然還有一些單書 一些外籍人士 譬如說外交人員 人道考量 還有一些港澳人士 入籍人士如何如何 之後會慢慢慢慢的這個 措施會越來越嚴格 我們問一下郁振委員 這樣子還來不來得及 乾杯胡 就是說即便來不及 也是一定得做了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事件裡頭 當初這個 英國發生這個變動病毒的時候 事實上大家是有呼籲說 要跟英國斷行的 的確是有 國內是有很多這樣的呼籲的聲音 我在上很多節目 也有這樣的提出來 但是那時候陳部長就是 可能就覺得說還沒必要 所以沒有斷腦 很不幸進來一個 變種病毒大家都比較擔心害怕 國人在這麼長一陣子以來 我們把這個防疫做得這麼好 現在進來一個大家 當然就是會比較緊張 陳部長前天還說 我覺得他這個防疫的政策上 關於這些事情上 有點進退失距 就前天 昨天 還不過昨天說不會鎖國 今天就馬上又改了 明明知道說已經這麼危險了 所以我覺得要安明清的結果 要安定明清的方法 現在的做法是沒有錯的 事實上還應該要再 就是還是要再加強 我先補充一下 我們郁政委員的說法 這是12月28號陳時中說 台灣防疫做得很好 不用鎖國就可以達到防疫效果 現在鎖國了怎麼辦 來 將軍 我覺得陳時中從去年過完 農曆年之後 我說他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所以說國人也給他的一項肯定 防疫5月天做得非常好 當時就什麼 超前部署 凡事在別人還沒有想到 我先想到 其他國家還沒有做 我先做 當年你看 這個中國大陸武漢出的狀況之後 立刻斷然封城 你們封城 我給你直接斷行 口罩不能出去 口罩不能出去 一切我先用為主 所有的事情先滿足 國人優先 台灣優先 我們當時其實他獲得很多掌聲 這一次同樣的狀況 同樣的時間 幾乎同樣的時間 但是膚色不一樣 一個是我們同文同種 跟我們長得一樣的 華人 一個是英國人 可是病毒可不分人種 病毒不分人種 COVID-19這個病毒 而且它是經過變異 變種的病毒 我們為什麼對變毒覺得可怕 不是因為它是武漢肺炎 不是因為它是新冠肺炎 不是因為它是COVID-19 不管它叫什麼 因為對它我們無知 我們不知道這個病毒 到底變成什麼樣 跟我們這一年來 跟它對抗的這種COVID-19 是不是同樣一個狀況 我們不曉得 可是你就可以這麼斷然的說 放心 我們對於這個防疫中作 我們做得很好 不必鎖國 大家一罵 一測驗不得了 進來了 敲門成功 今天測出來 果然有一個是新的這種 COVID-19的病毒進來了 它一看不得了緊張 立刻改變 所以我說 如果你當時下的決心 是經過科學的決策 經過專家的建議 經過的所謂的 國安會議的討論 好 我們不必鎖國 為什麼不到24小時 馬上改 是 立刻改 就是表示你當時做的決策 不夠周延 當時你沒有以台灣優先 而是什麼 以你整個防疫團隊的名譽優先 我覺得這太可怕了 這點大家真的真的要注意 現在防疫團隊你要加油 要更嚴格才行 所以我們到底是用 政治考量來防疫 還是真的用科學來防疫 我們人民到底 還要不要相信這個政府 必須講 元旦現在快要來了 你知道假期 很多人已經計畫要出遊了 尤其是這個升旗典禮 我們剛剛收到最新消息 總統府前的元旦升旗 是取消民眾管理的部分 也就是說 你今年不能去總統府 前面管理了 因為防疫的需要 那101前面 現在好像照常舉行 柯P是說照常舉行 新北我知道他取消了 那政府你現在的方向是什麼 你讓大家莫衷一試 還是說你把責任 全部都丟給地方政府 我覺得這是很好笑 一件事情 來出的事情 蘇貞昌就告訴大家 叫中央地方必須一致 全部都要遵照中央法令 奇怪為什麼防疫就不用 這不是同樣的事情嗎 這個事情才更應該要 中央地方一致 大家都要採取 非常嚴格的標準不是嗎 結果中央是放任 各地方政府去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是給地方政府更大的權限 抱歉 我覺得剛好相反 這叫什麼 這叫甩鍋 甩鍋 因為中央政府不想背這個責任 那反正沒出事 就是說我中央政府做得好 我防疫做得好 這個榮耀歸於防疫指揮中心 如果出了事 你看你地方政府 我早就警告過你 我叫你不要開 你還開 柯文哲 對 柯文哲 按注意喔 那如果是陳其派就算了 就當沒這件事發生 真的這樣嗎 真的是這樣子 事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你中央如果真的有把防疫當一回事的話 你就統一全國下令 如果連總統府前面都不能去了 那應該下令跨年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要取消 因為現在群聚是危險的 我覺得防疫指揮中心 一定要把這個訊息傳達出來 是 所以我們知道 防疫這件事情真的是 你不要用政治力來考量的 現在大家都非常緊張 我們再來看看陳時中部長 昨天跑去哪裡 跑去基樓 跑去宜蘭 當然他要做一些宣傳 然後也是要走透透 那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場景是發生在宜蘭 他跑去一個宜蘭的 類似一個工廠巡視 那當時陪同的是宜蘭副縣長林建榮 兩個人在幹嘛 可能觀眾朋友看得不是很清楚 手有點把口罩撥開 伸進去 阿東部長告訴大家說 我現在是示範 怎麼樣戴口罩來吃香腸 我們應該也有這樣子的畫面 等一下請導播 揉出來跟我們看 那當時還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林副縣長有特別說 那部長我們宜蘭 瘦肉精我們要零檢出 不准進來 你知道陳時中怎麼說嗎 他說你們地方 對食品不是很專業 不是很了解 我們還會加強溝通 所以他說了算 地方的聲音都不用聽了 其實到時候這個食品 來豬肉進口以後 真正在地方需要去檢查的人力 事實上都是地方的衛生局 嚴格來講地方的衛生局 各個地方 各個縣市 事實上真的是沒有這麼多人力的 就檢查能量 檢驗檢查 查核的能量是真的有問題的 是沒有辦法 因為衛生局還要做很多 其他的事情 就算他們編制人 全部都只做這件事情 也做不完 所以中央政府自己先開了一個缺口 讓這樣大家國人擔心 有食安問題的這個萊豬肉進口 然後接著說你們都不了解 有沒有聽到民眾的聲音 我想這個林副縣長 抱歉 我以為我們來看一下 陳時中部長 他剛剛看到我們的肉帶 我們有放 他就說我來示範一下 我來示範一下 怎麼樣戴著口罩來吃東西 來聽一下 就是把口罩稍微這個 離開一下 他當初大家記得在防疫的時候 不是陳時中部長 好像有特別跟大家宣導 你東西買回家吃就好了 不要在外面吃 然後在吃東西的時候 還要保持社交距離 可是現在也就是在昨天 他親自示範戴口罩吃東西 如果說要你來示範 我們其實阿拉伯世界 我們可以看到伊斯蘭世界 其實婦女都會戴面紗 因為像玉珍有出國流過血 都知道 他們其實也都是這樣子吃東西 也不用阿中部長來示範了 主要就是說 這個萊劑進口的事情 國人擔心的 不是怎麼戴口罩吃這個東西 搞錯重點 對 國人擔心的是 吃到含有萊劑的這些豬肉 所以都紛紛要求 地方政府要領檢出 那中央要說標準不一致 就不站在比較嚴格的立場 這個就是 就是反而應該 我反而覺得應該是真的像 比如說防疫這件事情 中央地方標準要一致 中央真的要擔起責任 比如說現在真的是 我們大家都會比較緊張 國際也是很緊張 然後局勢也是這麼的嚴峻 那就乾脆真的是嚴格一點 大家也會遵從 因為現在其實 不管是萊豬議題 或是防疫的議題 全民都非常的擔心 我們為什麼會特別放這樣的圖 就是如果你身為我們的 最高指揮官 是不是要告訴我們一個 正確的觀念 或者是一個一致的標準 是不是可以在公開場合 吃東西或者是帶回家吃 莫衷一試 現在先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這是高雄剛剛發生的 18個人居家檢疫 14天之後 自主管理沒有症狀 卻有14個人 卻有人確診 卻14天之後 就是高雄有18個人 在居家檢疫14天之後 都已經OK了 基本上是安全了 可是無症狀確診了 這14個人確診 這個比例會不會太大高了 比例非常的高 14個確診 不是18個人確診 也就是說 我再重新講一遍 觀眾朋友 在高雄發生了什麼事情 兩個禮拜後 兩個禮拜的隔離自主管理之後 居然有18個人沒有症狀 可是確診了 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都是境外移入的 就有網友在底下留言說 幸好現在高雄市長不姓韓 對 如果死了一定是韓國就怎麼樣 對 又被黑到底 是 來 所以我覺得 其實剛才看到陳時中 還有高雄這個狀況 我真的印證了一件事 小時候我們小學老師教我們 是叫病從口入 禍從口出 陳時中把這個口罩掀起來了 就是陷自己危險之中 為什麼要戴口罩 任何的飛沫 空氣 都可能對你會產生任何的感染 你這時候拿了一個 在空氣中接觸過的香腸 然後把口罩掀起來 然後給它戳進去 把它吃完再拿出來 這是什麼道理 這是障眼法嗎 還是帽子戲法 還是在變魔術 一根香腸進入口罩之後 出來生半根 你這是什麼 變魔術嗎 錯誤示範 你這是變魔術嗎 對不對 一根香腸在外面 沾滿了任何未知的細菌 進入口中被我吃掉一半 這是危機 這叫做病從口入 老師教我們的 那位宜蘭縣的副縣長林建榮 叫做禍從口出 哪壺不開提哪壺 你不知道我陳時中 現在正在努力的 為了國家通過了 這個所謂瘦肉精的事情 我努力在護航嗎 上一次我要去拼那個副院長 就沒有過了對不對 這次再拼一次 會不會過 你哪壺不開提哪壺 我現在在吃香腸 你在跟我說瘦肉精的問題 所以我告訴你 你不內行 你再不內行 再不跟中央配合 我就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不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病從口入或從口出一個 活生生的示範嗎 各位看清楚 我稍微補充一下 第一個請衛福部 先開罰陳時中 他完全口罩錯誤示範 口罩可以這樣用的嗎 你口罩 你把口罩這樣打開來 第一個冰區會不會侵入 不知道 然後你這樣吃 我想請教一件事情 那個香腸 香腸是很油的東西 那個油全部黏在你的口罩上面 對喔 他在把口罩倒下去 那個口罩還有用嗎 那不會造成病菌感染嗎 滋生嗎 所以這完全是錯誤的東西 我請衛福部 一定要對陳時中開罰 因為這是完全錯誤 部長自己身為防疫指揮官 還做錯誤示範 然後再來你5月20號的時候 說出外用餐以外帶為主 避免邊走邊吃 你是不是正在示範邊走邊吃 你那個姿勢 完全就是邊走邊吃 所以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再來他說地方對食品的 不是非常專業 不夠了解 我請問一下陳時中部長 你對食品很了解 你是什麼專業 你是牙醫 你對食品有什麼了解 胡說八道一大堆 人家地方在反應民意的時候 你身為中央 你應該去了解民意 為什麼民意要反彈 而不是用這種大帽子 直接扣下來 如果真的要比專業 你算哪根沖上去虛